藝術节在这么棒的剧场 我们要允许它可以生活在他方 让我们从文化里面 逃离日常的平庸 就到了一个他方 一个我们大家 每天在心里面期盼的那个托邦 生活在他方 大观国际表演艺术节 国际表演艺术节 它是可以非常多元性 有很精致的室内乐形态 类似西方教行乐团 但是它又带有东方非常浓烈色彩 我们这次也是由我们的校友林梓游先生来当跟我们表演 生活在他方 艺术节尤其是在这么棒的剧场舞台上 我们要允许他可以生活在阿方 南坡冒险式的旅行 看起来是在物理的时间旅行 可是他是想要找到一个像有诗意的时间 让时间有一个更强有力的冲击我 戏剧跟舞蹈之间 国际那么有分野在当代里面 因为当代里面它开放出整个形式 然后在现代语会当中注重了就是人本的精神 我们在生活中已经太多可被预期的事 抛进入一个你陌生的环境 他也许会带给我们很多不同的刺激跟感受 国乐现在我们的这个展现方式可以非常多元性 有很精致的室内乐形态 类似西方交行乐团 但是他又带有东方非常浓烈色彩 我们这次也是由我们的校友林梓游先生来当刚表演 因为他相对是比较不同于以往的观赏经验 这样的艺术节里面能够刺激一种观看的模式 其实在一楼其实观众的距离不会坐得太远 其实你可以在一个近距离的空间可以看到 舞台上的演员的表情的变化 其实观赏在哪一个位置都是非常的舒适 大年出去前晚的那顿饭 为什么连除戏夜回家吃饭这句话都说不出来 现代人在对于过年回家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在这个戏里面做一个讨论 戏曲是我们的 我们自己不会做的根嘛 这个新的叙事方式非常有趣 推荐给大家 让大家一起效忠带累 其实也是蛮好的 国立台湾艺术大学表演艺术学院即将漫入二十年 将在台语表演厅 由戏剧、音乐、活乐与舞蹈四个学系 共同联合制作一场精致的跨界一项 有别于大家所熟悉的声音 让声音的陌生化 造脱这个管弦乐的既定的思想 然后让大家觉得 在结合原来传统的思考方式或惯用的技法 它碰撞出来的火花原来是这么的有趣 我们这一次将要演出贝多芬第九号教掌曲的第四月章 还蛮难得的机会 就是说回到母校 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个作品 欢乐送或是快乐送 它本身蕴含的意义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博爱的精神 说定在这个时候 我们真的可以达到昆德拉说的改变世界 那就是透过生活在他方 让我们从文化里面去稍微逃领日常的平庸 戏剧不应该是供电式的 那我们台大 其实我们也想要扮演这样的角色 来改变我们的生活 一个我们大家 每天在心里面期盼的那个托邦 生活在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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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观国际表演艺术节 大年出去前晚的那顿饭 为什么连厨戏夜回家吃饭 这句话都说不出来 现代人在对于过年回家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在这个戏里面做一个讨论 戏曲是我们的 我们自己不会做的根 这个新的叙事方式非常有趣 推荐给大家 让大家一起效忠带来一些事业是蛮好的 生活在他方 国立台湾艺术大学表演艺术学院即将漫入二十年 将在台语表演厅 由戏剧音乐国乐与舞蹈四个学系 共同联合制作一场精致的跨界影响 生活在他方 比如说 生命运厅 一场精致的跨界 宣传的跨界 艺术大学 藝術节在这么棒的剧场 我们要允许它可以生活在他方 让我们从文化里面 逃离日常的平庸 就到了一个他方 一个我们大家 每天在心里面期盼的那个托邦 有別於大家所熟悉的聲音 讓聲音的陌生化 靠脫管弦樂的既定的思想 然後讓大家覺得 在結合原來傳統的思考方式 或惯用的技法 它碰撞出來的火花 原來是這麼的有趣 我們這一次將要演出 貝多芬第九號嘉賞曲的第四月長 還蠻難得的機會 就是說回到母校 大家一起來完成這個作品 歡樂送或是快樂送 它本身蘊涵的意義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博愛的精神 生活在他方 火花香 火燈 火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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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